周五清晨黑海海面 硝烟四起 俄罗斯海军拦截一艘 准备攻击海军基地的乌克兰无人艇 结果空中也遭到攻击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同样不平静 俄国防空系统周四又在莫斯科西南部郊外 击落七架乌克兰无人机 不过威胁早已深入莫斯科中心 周二俄军对乌克兰无人机进行电子干扰 结果无人机撞上一栋 集结俄国科技部门的大楼 爆炸声很大 光线也很亮 但却没有对大楼造成严重损坏 显然火药威力并不大 不过专家表示 这已经让普京脸面无光 专家表示几次无人机攻击下来 普京可能觉得丢脸 至少也会担心让俄罗斯民众看到自己无法掌控局面的狼狈模样 另外莫斯科法院宣布开罚苹果约合14万台币罚款 原因是苹果梅祖兰无二战事中俄军认为的假消息 TVBS新闻组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